第四章 轻衣少年 千年之前的人间和现在很不一样 那时候的人间很乱 人很少 只有能够修行的人才有资格过上人的生活 不能修行的人过的是狗的日子 至于西陵神殿则是地面的神国与尘世无关的天堂 直至夫子 建堂 教育世人 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 西陵神殿才被迫把目光投向尘世 修行者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奴役凡人 修行界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高高在上 于是人间的人便变得越来越多 所谓千年圣人初便是这个道理 随着夫子离开人间 很多事情再次发生了改变 再也没有谁能够阻止修行者重新统治这个世界 至少在长安城能够看到的疆土之外是这样的 数年前 柳一清单剑入宫 杀了当时的南晋皇帝便是这种改变的证明 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 他是第一个掀起帷幕那角的人 人间失去了守护者 规则开始崩坏 新时代将会重新变得原始蛮荒而续兴 每个人都有机会用自己的力量讲述自己的道理 强者是这个新世界的主人 柳一清是强者 他今夜面对的敌人也都是强者 都是有资格讲道理的人 他只希望能够快一些 所以他没有看赵斯手 因为这名受道人虽然是南海一脉的知命境强者 是赵南海的儿子 但不是他真正的对手 不是他的对手 柳一清看着夜色说道 那么 来吧 夜色如水般静谧 那道声音没有响起 也没有人走出来 赵斯手的脸色有些难看 干受有黑的皱纹里有些不甘 但他没有出手 因为他听到黄城里传来了一道脚步声 黄城四周的所有人都听到了那道脚步声 那道脚步声很稳定 很有节奏 那双脚上穿着的鞋应该不是皮的 而是绵的 声音显得有些沉闷 就像是木头折断的声音 一名少年从黄城里走了出来 火光把地面照得有若白昼 也把少年的影子照得异常鲜明 只是无法看清楚他的容颜 只能看清他穿的是件青色的旧衣 青衣边缘绣着崭新的金边 西陵神殿里 只有红衣神官才有资格绣金边 令人不解的是 少年没有穿红色神袍 青衣洗得发白 看上去就是一名小厮 大概是因为他习惯了做小厮的缘故 柳一青 侧脸 静静听着脚步 握着剑柄的手 时松时紧 似乎其间也有某种节奏 在与那道脚步声相合 或是相站 随着行走 青衣少年的身后 不停响起金属的摩擦声 十三把细长的刀 缓缓探出刀鞘 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 那些刀就像花瓣 他便站在花的中间 他停下脚步 抬头 向夜穷望了一眼 因为这个动作火光照亮了他的脸颊 平凡的眉眼被咬得很清晰 脸色有些苍白 同样是脸色苍白 城墙上南进小皇帝的脸 苍白得很是怯懦不安 他脸上的苍白里 却透着某种令人敬畏的疯狂 除了身后由刀组成的花 他的手里还捧着一朵金色的大花 他看着那朵金花 神情很是虔诚狂热 目光里仿佛运着极高温的火焰 他伸手去摘花瓣 同时喃喃念叨 死 不死 死 不死 摘一片花瓣 说一声死 再摘一片 说一声不死 最后一片花瓣离开花境 落在地面上 同时 他说了声 死 轻衣少年有些高兴 像孩童一样天真的高兴 脸颊显得更加苍白 他看着脸上的柳一青 声音微颤说道 你 今夜 要死了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是因为有些紧张 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战斗过 但他并不畏惧 因为他知道自己绝对不会输 在好天的世界里 柳一青没有说话 他很清楚 无论这个少年怎么数 最后都必然是一个死字 因为他虽然不能是物 但知道对方是谁 皇城四周的人们 也知道这名轻衣少年的来历 包括南晋小皇帝在内 所有人都显得有些兴奋 又因为敬畏而绝对的沉默 深春世界 西陵神殿大笔 一位青衣小厮夺得头名 他没有尸程 便在数月前 他还不能修行 但一场春雨便让他知命 包括西陵神殿长教在内 没有人知道他的潜力极限 或者说真实境界在哪里 他的出现有若神迹 在浩天信徒眼里 他才是真正的道门天才 无论是曾经的耶稣 还是传闻中的陈皮皮 都无法与这名轻衣少年相提并论 因为他是浩天留在人间的礼物 他叫横目立人 曾经是天狱院砍柴的轻衣小厮 现在是西陵神殿的红衣神官 你准备怎么让我死 我用刀 什么刀 砍柴刀 横目立人的十三把刀 都是西刀 适合杀人 不适合砍柴 但他还是坚持称之为砍柴刀 不知道是因为他砍了很多年的柴 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柳一青摇了摇头说道 你比他差得太远 黄城四周的人们保持着绝对的沉默 所以二人的对话很清晰地传到了所有人的耳中 却没有人能够听明白 他比谁差得太远 他是谁 横目立人知道柳一青说的他是谁 眼神变得炙热起来 力声喝道 没有人能够战胜我 你不行 他也不行 柳一青轻抚身叛的剑鞘说 你很骄傲 因为我很自信 柳一青隔着白布看着他说 我们这一代人从来不用言语或神情来表现自信 我们习惯见面拔刀 因为常年的老义被风吹日晒 横目立人显得并不稚嫩 与年龄有些不符 但他的神情依旧天真 笑起来显得有些残忍 哈哈哈哈 当年那个人把你砍成了瞎子 我今夜会把你砍成死人 过些天遇到他时 我会先把他砍瞎 也算替你了了个心愿 哈哈哈哈 我从来没有这种心愿 柳一青说道 因为我很清楚 无论我怎么努力 也不可能变得比他更强大 你更不行 你似乎对他很有信心呀 柳一青看着他怜悯地说道 如果你真的遇到他 那么便是你的死期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只可惜你天真狂妄到 连这都想不明白 他望向夜色 然后又说 那个人肯定明白 但很明显 他没有提醒过你 由此看来 西陵神殿里 喜欢你的人 并不多呀 那么不识 太棒了 visible 闺的时候 可遍 mindfulness